白兰杜出生在一个特别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摄影师 母亲是一个业余的小演员 抽烟飙车穿牛仔裤 整天一副男人的打扮 更要命的是他还是个酒鬼 据说很小的时候 白兰杜就成为演员了 为了让妈妈分心 为了不让妈妈撒酒疯 他经常在家里 尝试各种各样的表演 白兰杜在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家庭中长大 他从小就不懂得尊师进展 后来因为在学校走廊骑摩托车 他被开除了 他进了军校 在那里他展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 但是没过多久他又被开除了 他辗转来到纽约 在一家戏剧学校跟斯特拉阿德勒 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盘吉跟阿德勒学习的那段时光 白兰杜坦言 他教会我的不仅仅是表演技巧 那段时间 白兰杜不仅领悟力很高 学习也相当刻苦 通过演戏 他找到一条发泄童年糟糕情绪的渠道 拜酒鬼母亲所赐 他小时候经常去警察局保释妈妈 他把这些经历全部投入到角色当中 试图通过这些虚构的人物寻求关注 还有爱 通过学习 白兰杜的表演日趋成熟 他很快登上了白老汇的舞台 他在处女座悲喜剧慈母类中的表演 获得了影评人的认可 随后 他又参演了一部力挺以色列建国的白老汇戏剧 一面冉冉升起的旗帜 这出剧意外的大获成功 白兰杜充满激情的演出感染了众多观众 他自己也成为以色列独立的强烈支持者 在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欲望号街车》中 白兰杜饰演了一个肌肉健硕的蓝领工人 一炮走红 事实上 威廉斯还特意对男主角斯坦利进行了角色修改 威廉斯注意到 白兰杜比原剧本中的人物年轻很多 当白兰杜出现在舞台上时 所有人的目光就聚焦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为了让观众关注到电影里的其他角色 威廉斯不得不调进了白兰杜和其他演员在舞台上的距离 这出戏剧反响强烈 白兰杜用他独到的性感恰到好处的表演 将方法演技发挥到了极致 赋予了这种技巧全新的含义 虽然后来有很多演员运用这种技巧 但很少有人能超越白兰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